科股推介建行939 《经济报》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是 比较四大行建行、中行、农行和工行 上半年的经营情况 以衡量银行经营效益的ROA 资产回报率和ROE股东权益回报率来看 近年在行业面临挑战之下 四大行都见到下跌 当中以建行的跌幅较轻微 ROA和ROE分别是0.92%和11.95% 两项指标都居于四大行之首 建行股价近日随着大市调整 昨天收到4.26元 根据彭博综合劝商的预测 建行2023年 每股牌息相当于4.3元 以现价计价预测息率升到10.1厘 为四大内银之中最高 如果以8月份低位4.01厘价 息率升到10.7厘 亦是建行过去5年最高息率的水平 策略上5投资者 如果想买入建行 看长线财息检收的话 策略上可以分住买入 第一住可以等候4元附近吸納 目标先看9月份高位4.5 呼吸检测 股财息检测 intention 窖大家 绿成 股财息检测 猪财息检测 寺